真心爱你的女人才会用这样的爱称 不爱你的女人叫不出来 真心爱你的女人是从内心深处往外都爱你 她的心里都是你 对你的称呼自然都是发在内心的 真心爱你的女人才会这么称呼你 不爱你的女人根本叫不出来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的言行局势当中都充满对你的爱恋 就连简简单单的一个称呼 一个眼神都能看出她对你的爱 一般情况下女人爱你情到深处 才会这么称呼你 她有吗 真心爱你的女人才会用这样的爱称 不爱你的女人叫不出来 小傻瓜 当女人嫌弃你笨 觉得你傻的时候 其实是母爱泛滥 而不是真的嫌弃你 她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疼你 照顾你 这是心疼你 这些只是一小部分 真心爱你的女人喜欢你的坏 喜欢你对她的坏 彻底被你降服会变得乖乖 称你为小坏蛋的时候 那是她和你撒娇的时候 真心爱你的女人才会用这样的爱称 不爱你的女人叫不出来 小笨蛋 真心爱你的女人对你已经了如执杖 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笨 但她并不会嫌弃你 而还是喜欢称你为小笨蛋 她会为你这个小笨蛋解决问题 宝宝 女人骨子里喜欢你 常会母性大发 将你当作宝宝 十分疼爱你 你若病了 她万分心疼 恨不得替你去病 生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将家事处理得紧紧有条 让你无后顾之忧 你饿了 她会给你做饭 你累了 她会给你按摩 对她来说 你是她最宝贝的人 真心爱你的女人 才会用这样的爱称 不爱你的女人叫不出来 真心爱你的女人 会给你起各种专属你的绰号 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挑衅你 逗你开心 甚至有时候故意给你起个难听的绰号 故意让你报复她 错阿加信 真心爱你的女人会宠着你 想赞你为己有 会喜欢称呼你为错阿加你的姓 来当作你的倪称 代表了和你亲密无间 无人可替代的关系 真心爱你的女人 才会用这样的爱称 不爱你的女人叫不出来 老公大人 真心爱你的女人 有时候会称为你为老公大人 会遵你为老大 那是树立你的家庭地位 她愿意在你面前俯首称臣 听从你的旨意 老头子 周老年女人喜欢用来称呼自己的伴侣 却透露着恩爱依旧的味道 现在有些小年轻也喜欢用来取悦伴侣 常这样称呼伴侣 以此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